有没有闻到臭味了 有吗 你自己靠近 很臭喔 很臭 就很臭 很臭 嗯 所以放心了 不是担心太臭 对 要喝的自己拿 你看爸爸又要给你看好吃的了 这里的饮料放在冰箱里面 超像在Saven的 我忍了很久 有没有才能够再吃一餐好吃的 绝对是比去吃最贵的牛排 我都觉得还满足 加热完之后 我觉得不妙 现在整个家都是臭豆腐味 观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呢是美国的父亲节 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美国父亲节竟然是在 6月16号 但是呢也对啦 因为美国他们不是爸爸 那庆祝呢 美国人都会去吃牛排啊 龙虾大餐 我自己呢 对那东西已经没什么兴趣 住美国住太久了 我对台湾小吃比较有兴趣 所以今天呢 又开车一个半小时呢 来 想说来这个随便生活馆 就是洛杉矶华人区呢 非常有名的台湾料理店 老板是资深的这种 排菜料理主厨啊 从台湾就是很资深 一直到美国来 也开餐厅也都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我们上次来好像也四个月了 四个月没来了 所以你看我忍了很久 有没有 才能够再吃一餐好吃的 平常真的住太远了 然后来到这边呢 首先呢是先帮小朋友点 他爱吃这边的 盐酥甜不辣还有盐酥鸡 对 然后呢 今天的老板呢 特制的菜色是这个炸喜香缝 是不是 炸鱼 盐酥鱼 然后呢 还有这个沙茶牛肉面 腿酷饭也是我的最爱 当然佩莉来这边必吃 它的红烧牛肉面 而且还是那种类似刀 手工刀切的那种面 然后呢 今天呢 老板请我们试吃一下 它是推出的私房菜 私房菜跟台湾没什么关系 它是 它是纽奥粮的Cajun 卡金的手抓海鲜 有点辣的那种手抓海鲜 那为什么有手抓海鲜呢 是因为之前呢 我们影片好像有介绍过 就是它在推出一些 它的那种现成的料理包 有没有 是可以邮寄到全美国各地的 它之前推出的产品呢 是麻辣臭豆腐面 然后后来呢 最近又推出他自己 他觉得他竟然人在美国 他就想要给介绍一些 美国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呢 给全球的华人朋友 所以他就做这个 纽奥粮的卡金酱干拌面 那他连这个酱 都还有另外半售哦 这样子呢 就你喜欢在家里呢 自己买一些冷冻海鲜 或者是火海鲜 拌一拌煮熟的就可以吃 吃得到这种 就在美国当地呢 也不容易吃到好吃的 就是有些店 甚至也要排队这种手抓海鲜店 像它有鲜虾 马铃薯 美式的辣肠 还有玉米 都是我个人很爱的 那虾的部分我比较不能吃 所以通常都是佩地在吃 带点辣 然后非常的够味 小小的特别指定呢 他想念台湾的鱿鱼跟面 来这边也吃得到 他喜欢这种狗狗的 烧点咸中带甜的那种味道 好 我们一坐下来呢 就听到厨房里面 有那个果汁机 blender在那边打果汁的那种 那种声音 然后果然是这个 老板今天竟然有绿豆沙 我在台湾必喝的只是因为怕胖 不太敢喝 来到美国以后呢 毕竟呢就是一年 大概就喝这么一次 所以下一次喝呢 大概就是要等到回台湾了 好 今天就好好享受一下吧 鱼豆沙耶 嗯 太过瘾了这个 那这家店呢 大部分菜色我们之前都分享过了 所以就不特别再拍试吃了 那主要是那个沙茶牛肉炒面呢 是我个人在台湾也是会常想要点来吃的 而且每次吃都会觉得很奢侈 因为大家知道吃面也是很容易发胖的 所以通常呢我都只能就是点面 然后呢把一些肉吃掉 不要剩下面叫佩莉吃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平常就是也是一样就是 要特别 呃 庆祝的时候才可以吃一下 这种碳水呢太多了 所以只有cheat day 就是这个作弊日才可以吃 嗯 美国加州有很多店 是那个蒙古烤肉店 店家规模都不会像台湾那么大 通常就是只有蒙古烤肉 顶多那种炸春卷啊 什么酸辣汤给你吃 我们之前在尔湾常去吃一家蒙古烤肉店 我曾经就有建议过那个老板说 你蒙古烤肉的酱料就是那几样 因为美国酱料没有像台湾那么丰富 我就说你应该准备 沙茶酱 因为在美国的话 他们蒙古烤肉店很多美国人 他们都会拿面下去一起拌着炒来吃 对 这是他们的习惯 我想说如果你有提供沙茶酱的话 我一定常常去报到 你随便就可以吃到沙茶炒羊肉 沙茶炒牛肉炒鸡肉炒猪肉炒猪肉都可以 嗯 然后蔬菜也可以自己加 多好吃就不会是永远都只有那一种味道而已 对 所以呢能够在美国是要吃到这个沙茶口味的料理啊 就也是一样就真的是家乡味很怀念 嗯 然后今天上的盐酥鸡也是哦 美国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炸鸡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盐酥鸡就连那个 呃季光香香鸡都来了哦 我还没去吃 因为听说前面人头太多都在排队我就懒得排了 然后所以老板也拼了 老板的盐酥鸡 你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看起来也是食欲大开有没有 看起来就腌的很入味一样 炸的金黄金黄有点 甚至快要有点咖啡色橘红色的 哈哈哈哈 不错 好吃 这腌料啊 100%的入味 然后因为是现炸所以呢 就是非常的清脆 嗯 现在还有点烫 能凉一点呢 小条的一定吃了就升天了 它猪皮已经是卤到完全化开了 像吃果冻一样 嗯 哦 这绝对是比 去吃最贵的牛排我都觉得还满足 应该很多人可以体谅我 特别是住美国的华人朋友应该很能够体谅我这时候的心情吧 但是住在台湾的时候又不一样 住在台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节日的时候就是要去吃牛排吃龙虾吃生鱼片 对不对 所以人真的是一个很 很那个很病态 不是也不能讲病态就是 很奇怪的动物哦 就是物以稀为贵的感觉 得不到的比较好 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比较好 这点我从小在美国长大 回到台湾十几年再回到美国又住了五年 我现在已经知道人就是这样永远不会满足 是说住在美国是觉得台湾好 住在台湾的时候就觉得美国好 住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念美国的汉堡 还有那个墨西哥辣牛肉酱 住在美国就每天想念台湾的小吃真的是 所以人还是这样子哦 就是只好多努力 每一年可以来来去去一项是最幸福的 好吃饱了我们现在呢在补货 就是回那个白人去之前 当然就是要来买一些好吃的华人的食物了 那我们现在呢在爱台湾富的实体店铺 我之前都有在网站上面会买他们的蚝啊尖粉 像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现在呢就到实体店铺来逛逛 淘淘来 淘淘来 你还记不记得你回台湾的时候 去7-11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有看到他吗 有 好 这个黑木耳 像他的喜欢喝这么养生的东西 乖宝贝 自己要喝的自己拿 你看爸爸又要给你看好吃的了 你看这个 Frozen Toast Mochi 嘉义方块吐司 西兰奶茶Q辛麻糬 哇好酷哦 直接拿三个 我拿不同口味 它还有很多口味 大甲芋头 你看大甲芋头 还有这个葡萄奶酥 这好酷哦 我们在台湾都没吃过这个东西 对 然后呢很多台湾的乡亲在美国 很想念吃那个葱花面包 有没有 然后虽然在美国也有什么 很多连锁面包店 听说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卖这种葱面包 嗯 这边有这个叫做三口吐司哦 卖相很不错耶 充满气势 青葱的葱 充满气势 这好像回去烤箱烤一下 就可以给小桃子当早餐 他现在暑假在家里 白天不知道给他吃什么好料 不能永远都吃美国超市卖的东西 给他一点台湾的味道 好 奶奶说好吃 奶奶说好吃哦 stic cast toast 你以为奶奶什么都说好吃 奶奶说好吃通常就是很清淡的东西 没味道才好吃 这边还有黑糖桃酥 可以试吃 哈哈 哈哈 我记得找到那个台湾牛排店 必吃的这个酱料 BB辣椒酱 哈哈哈 台湾也流行吃那个冬泉辣椒酱 可是我个人觉得它比较甜一点 嗯 我发现吃久的很容易腻 可是这个就比较没那么甜 我爱铁板面 配这个酱 对 你看这边记得找得到 冬泉辣椒酱 BB酱 酱油膏 蘑菇牛排酱耶 黑胡椒牛排酱 这里的饮料放在冰箱里面啊 然后看起来超像在Saven的 有一种回到Saven的感觉 回到台湾啦 回到Saven 你看这哇哦 哇哦 哇哦 我要玩 OK 因为在美国啊 我们这里就算卖饮料 也都是那种开放式的大冰柜那种 就很少是把它们立起来 全部一瓶一瓶展示 然后更何况我们通常都是去Costco Sense Club那种一次买一箱的饮料 很少会这样子买一瓶一瓶的 然后大陶拿了一罐花生米浆给小陶德 这是我们回台湾吃早餐的时候 很喜欢喝的米浆 你拿什么小可爱的东西 是你吗 你搬过来我看是你吗 小瓜呆 欸 酥皮鹅拉筋粉耶 我家有四包 你已经有四包了 那你就不用买了 我已经囤货完了 五味包耶 我们家也有 有这么厉害 超超面耶 我们家也有 我找到了 这是什么 台湾面线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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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这个我们上次买过很好吃 奶奶给我们 对 好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他就是乖乖 乖乖是全台湾最有名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 哈米瓜口味 是不是 哈米瓜口味 这个是芒果口味 新口味的乖乖 小桃都会跟我抢 好 我们今天呢 来试吃昨天 在爱台湾food 买的一些食品 那首先呢 麻婆豆腐豆 看到他就觉得 非常的怀念 以前在Severry Raven 常买麻婆豆腐饭 然后就想说 把他带回家来试吃 怀念一下台湾的味道 有人也是跟我一样 非常喜欢Severry Raven的 麻婆豆腐饭 超好吃的 然后大桃呢 看到红油炒手 就很开心 红油炒手耶耶 拿回家之后发现 欸 轻松肉 它好像是素的耶 试试看好了 反正每次过买 然后还有我 我买的肉丸 我买了两颗 但是后来回来才发现 欸 它上面也是写纯素 哈哈哈哈 就是看到这些家乡味 很高兴的就 都买买买 然后才发现 欸 是素的 那还有这个 脆皮臭豆腐 在美国要吃到 臭豆腐不太容易 那在台湾小吃也会有 但我们觉得味道 都没有台湾的这么臭 不知道这个 有多臭 因为店员说 嗯 会臭喔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那基本上的话呢 都是微波 或者是气炸锅 加热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两个 山吐司 包装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光是这个包装 我看到就想买了 一个呢 是奶奶说好吃的口味 奶酥吧 是不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充满气势 就是葱花的上面还有起司 都是气炸锅加热就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正品 是超阿贵 来吃吃看吧 红豆口味的耶 打开之后长这样 是完全冷冻的状态 欸 饭 饭在盒子上 麻婆豆腐饭呢 麻婆豆腐饭呢 因为它整个都是冷冻的状态 所以呢 微波四分半 红油炒水 打开来长这样 麻丸的酱 好 麻丸在这里 我刚发现这个肉丸啊 它是可以微波三分钟就好了 但是呢 反正我想说超阿贵都要蒸了 所以我就把肉丸就是丢进去蒸一蒸 会应该会比较软吧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多葱 跟起司在上面 奶奶说好吃 它这上面有一层透明膜 要撕掉哦 好香喔 这吐司看起来好像就可以直接吃了 但我觉得加热一下会更好吃 好 红油炒手的酱 稍微微波加热一下 肉丸的酱 也要微波 好烤好了 烤了大概五六分钟 哇 好漂亮哦 有点微焦 要加热一下 肉丸超阿贵 小桃子已经迫不及太想要试吃了 因为它早上呢 这次大桃帮它爆的是这个 籃球的summer can 它打了四个多小时 对不对 从九点到下午一点 有没有超累 嗯 满身都是汗 好厉害哦 你辛苦了 赶快吃好吃吗 什么味道 奶奶说好吃 奶奶说好吃 哦这奶酥其实 蛮厚的耶 它就是有一定的厚度在 然后呢 吐司 我觉得质地看起来很不错哦 烤完之后呢 外酥内软 好香哦 嗯 不只奶奶说好吃 妈妈也说好吃 所以它真的有觉得好吃吗 嗯 都不说话了 然后这个 葱的我觉得很不错耶 是什么充满气势 对不对 哦 葱味好重哦 嗯 有耶 其实不要看它表面 看起来很像是披萨的造型 你吃进去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 好像在吃我们那种 古早味的葱花面包 妈妈想说很喜欢吃葱花面包 你要吃吃看葱的嘛 来一点咸的 嗯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真的吗 我看你的表情 我也以为你觉得 嗯 嗯 那个奶奶的比较好吃 这个好吃 好那你先吃点咸的嘛 好你先吃这个 然后接着呢 麻婆豆腐丼 耶 但是它微波加热完之后 我觉得不妙 哈哈哈 为什么我一看到它就觉得不妙呢 因为它竟然是 冷冻豆腐耶 不是那种麻婆豆腐的嫩豆腐啊 冷冻豆腐感觉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吃吃看 毕竟味道很重要嘛 就是口味好吃的话 如果是冷冻豆腐 还可以接受啦 嗯 够咸 可是我觉得味道 记忆中的 不太一样耶 好 红油炒手呢 来吃一下看看咯 它是素肉的红油炒手 对不对 难怪我第一口下去就觉得 咦 怎么口感跟平常差很多 还有增加一些蔬菜丁的那个 所以会有点脆脆的感觉 内馅呢 比如一般在外面吃的那种 红油炒手的馄饨啊 馅比较 不会咸 就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辣呢 酱料部分 因为它并没有勾芡过 所以酱呢也比较 没有那么的那个 会附着在面 那个面皮上面 所以呢 我猜想 vegetarian 的朋友们 他们可能是很重视健康 所以他们在吃这种料理的时候呢 都会比较清淡的口味为主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以这个为目标取向 然后我就觉得那品质做得还不错 皮啊 我们用用煮的嘛 所以很很蛮Q软的 脆皮臭豆腐打开之后呢 有八片臭豆腐 然后呢 还有泡菜也 连泡菜都有给 然后跟酱包 还有粉 有没有闻到臭味了 有吗 你自己靠近 很臭哦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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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放心了 哈哈哈 不是 担心太臭 对 刚才我们要气炸那个吐司的时候啊 我就说 那臭豆腐一起放进去好了 大桃就说 不行 臭豆腐太臭了 臭豆腐一定要最后才用 就是不能把小桃的吐司变臭 然后肉丸跟超花柜也蒸好了 我来试试看看好了 好 这个肉丸呢 肉眼可见 很多的竹笋在上面 那 它也是素肉 可是肉看起来好真哦 就这么大的一块肉在这里 好啦 试试看看 它的酱料偏甜 味道淡淡的 嗯 我觉得这肉很逼真耶 超逼真的 你就会觉得只是一个 呃 味道比较清淡健康的肉丸 好吃耶 我觉得小朋友就会超喜欢的 因为 毕竟 喜欢吃肉丸的人 应该很大部分是喜欢吃这个皮吧 我最喜欢这种QQ的皮 小桃哥也喜欢 嗯 嗯 包完OK 我喜欢 好吃 那超阿贵是它送的 但是呢 超阿贵竟然是 里面包红豆 豆沙的 不然的话 一般我会觉得它应该是包肉之类的 嗯 就是红豆汤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好像在吃那个元宵 就是大汤圆的感觉 然后 也很像麻糬 所以小朋友一家也能接受吧 然后呢 接着还有 三块那个 方块吐司 然后把它切开来 给你们看里面 奶酥葡萄干 西兰红茶 好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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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臭 味道像 噗噗噗 哈哈哈哈 我们家整个被臭豆腐的味道充斥了 吐司 好不好 好 你先吃这个 给我 这样不可爱 拜托 好 拜托可以 看起来好像不错 这看起来很好吃耶 你看奶酥葡萄干 嗯 因为它是小方块 所以整体吃起来的口感 就比这个厚片来说 更脆 就整个外皮 那个吐司皮的部分 比例就会比较多 如果你是爱吃吐司皮 吐司边边的人的话 就会很喜欢 那如果你只喜欢 那种很松软的口感 就会觉得这好脆 但是因为我们有用气炸锅烤过 所以整个脆皮的部分 就是像饼干一样 就我觉得很好吃 嗯 嗯 要给的很多耶 这个口味最酷了 西兰红茶对不对 麻吉 麻吉对 我还以为它是珍珠奶茶 就切下去的时候 我会以为说 它这也是一坨珍珠卡在一起 茶味好重喔 打一个问号 哈哈哈 你买的怪东西 你吃吃看 西兰红茶麻吉 这有什么怪的 好吃啦 可是就是很奇特的味道 它茶的内馅做的像卡士达一样 又加上麻吉 所以蛮绵密的 很特别的 而且这个大概只有微糖左右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种甜度的 刚刚好 就是你可以吃得出来 那个茶的味道 麻吉的那个细腻的糯米干 有的那个甜香甜味 就不会被过多的香精和那个糖 给掩盖掉 所以还吃到一点面包本身的那个香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甜度来讲 很特别 算是拿捏的非常好 难怪在台湾好像是团购的 很有名的美食 那再给你芋头 你喜欢芋头 这个给我 嘿嘿嘿 芋头内馅也很厚实 它就算是芋头 可是 它里面是不是还加了一点什么黑糖的感觉 因为你的甜度就是比较偏正常的甜度 就不会特别的故意不甜 那芋头这个东西如果不够甜的话 你会吃到就是太浓郁 然后 会有点干 但是这个芋泥它不会干 然后加了糖分 我觉得是刚刚好 那甜度蛮天然的 好臭喔 超厉害的 你也秒回台湾了 臭味道没有厉害 臭味道很厉害 小朋友不懂欣赏 在家里齁 在家里不要自己炸齁 你这个时候刚好有什么外送员进来 有时候 一打开门说 送包裹 要是美国人的话 送包裹一定会被熏死 现在整个家都是臭豆腐欸 对 好我来酱汁调一下 好 然后这是这个酱汁基底 对不对 直接倒多一点 这样泡的比较入味 辣的 反正小朋友不吃我们就直接加辣了 好 最好好像还有这个 椒盐粉之类的 对不对 好臭豆腐完成 哇 超臭的 一秒到台湾夜市了 我要选一个泡得最多酱汁的 还喷汁了 好吃 可是 既然用细炸锅炸 也可以炸的它蛮酥脆 它应该是本来就是熟的了 嗯 我们等于是只是把它加温而已 加热 可是口感不会输外面炸的 而且比较不油腻 然后 酱汁它这个口味就是 有些地方台湾的那种夜市的吃法 它酱汁是比较稀的一点 我个人比较喜欢另外一种吃法是 那个臭豆腐挖个洞 然后酱油糕啊什么就是酱油 是比较浓稠一点的 我觉得那比较会入味 但是本身吃也是 就是也算是道地的吃法 嗯 这一份呢 在外面餐厅要卖的话 现在可能要到八九块美金 两百八台币左右 所以你看 不过我们花多少钱吗 好像也差不多 就是省掉机票钱啦 不用飞回台湾吃还是划算 我刚吃一口那个奶酥 奶酥好吃真的好好吃喔 你吃吃看 这不就是早餐店卖的奶酥后面吗 25还30块台币一个 很好吃 你吃吃看 哦 它多了一点起司的味道 对好像有煉乳的感觉 那个甜度像煉乳的 嗯 对有点乳酪的味道 对 所以刚一般奶酥不是完全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加奶油 好好吃喔 这个 奶奶品味很好喔 嗯 这怎么念啊 木什么果 台东什么木龟果哈密瓜口 风味 木鳖吗 鳖吧 鳖 好像不像龟耶 对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这个果果吗 好 这个芒果肯定好吃的 有的 然后再吃肉丸 哈哈哈哈 哦 它这个水果 看样子是这样子 有没有 它吃起来其实是哈密瓜的风味 来吃吃看 那小潮的应该会喜欢吧 哦 文体就是哈密瓜啊 好 吃芒果 你吃芒果 吃芒果看看 哈密瓜比较好吃还是芒果 哈密瓜 哈密瓜比较好吃 我也觉得哈密瓜这个好特别喔 芒果单吃也是会好吃的 对 而且它不会过甜 对 这两个都不过甜 可是哈密瓜那个香气伪劲更强 你吃完哈密瓜再吃芒果 我就觉得芒果没什么味道 没味道 所以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单独买就好了 不要一起买 不要同时吃就好了 不要同时吃 对 有道理 好啦好啦 试吃完毕 来个奶茶 耶 有道理 有道理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